我們GC Global 環衣損盤 上市公司附屬機構 轉型大灣區的物業專家 我們提供專業信心的雙重報徵 我們的頻道還有最新最快的市場和損盤資訊 還有最貼的影片和最潔心的服務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現在立刻訂閱和按一下小鈴鐺 便會錯過以上精彩的內容 總之選擇GC一定爆零硬結 我做了更多實技指標 managers貼心大胃 最後一朵地獲得o fís聯繫都造衣裙 秘密芝人 損胎 飛翁 起研製 努力 短蕃 Fix 星 字幕提供 我今天和大家來到 我們的月響時光 今天其實有任務而來 受到香港的客戶 委託幫忙摘金蛋 其實也辦些手續 因為過兩天 他就開始有網簽文件 要遞加給他 所以今天就會過來這邊 明天再拿這些文件 但是因為成交了 所以也要摘金蛋 我們又重溫一下這個樓盤 奇哥 今天就幫李先生來摘金蛋 還有辦一些手續 一家可能還要麻煩我們一下 重新介紹一下我們的樓盤 因為有客戶 順帶我們再說一下這個樓盤 我們先摘金蛋 我先聯繫一下李先生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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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你怎麼樣 我和你開鏡頭去 今天就和你摘金蛋 然後先和你摘金蛋 好嗎 好 那我們數著 1 2 3 4 5 6 7 8 那你選個號碼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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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來的了 8號這個 那我數三聲再摘 好好好 李先生等下 1 2 3 恭喜李先生 是 看看李先生中了什麼獎 是 是 3獎 豆漿機 哦 豆漿機 不要這樣 我們買到漂亮的東西 那 騎上訪問一下你 李先生為什麼你會選擇這裏呢 那那十幾萬 那樣我包香一下 買一個在廁所差不多這樣 那就加了 哦 這麼簡單 OK 是啊 那我一間就辦了手續 明天他們那邊網上簽的文件 我到時候再聯繫你 好沒問題 好 謝謝你 恭喜李先生 OK 拜拜 拜拜 好 那我們繼續 那就介紹我們的樓盤給觀眾 哦 好 好 現在 我 我們從區位開始 簡單點 因為上次也介紹過 這次要重溫一下 好 區位是嗎 就直接說 我們對香港朋友來說 最重要的一點 好嗎 肯定是 我們先講交通 好 如果我們項目 就是叫你想熱航時光 好 我們旁邊那一條 就是我們半村 我們橫蘭鎮 一個叫順興北路 現在我們順興北路 下來五分鐘 就去到我們一個深茂高鐵的 一個站點 叫中山西站 中山西站 深茂高鐵 固然是深圳都沒有問題的 是 一條高鐵 時速兩百五十公里每小時 到時候 就可以從我們一個橫蘭的中山西站 20分鐘 去到我們一個廣州的南沙站 好 30分鐘去到我們一個東莞的濱溫站 40分鐘就直接回到我們一個深圳北 好 那香港的朋友到時候 就可以在深圳北那邊 坐關我們的高鐵 回到香港那邊 好 還有一條 就是我們自己開車過去的 回到深圳、香港那邊 同樣都延遲我們一個順興北路 回來 黃色那條就是我們一個中海高速 就在我們一個順興北路的進頭柱 就有一個收衛站 是 延遲我們中海高速 20分鐘就回到我們晚島 好 就是我們深圳通道的上橋位 明白明白 到時候我們過我們深圳通道 現在個個都是24公里 過去就只需要30分鐘而已 我們20分鐘和30分鐘 50分鐘我就回到深圳那邊 二四年就開通了 是啊 到時候我們回到深圳 隨便過關就去香港 甚至有部份已經在深圳居住 或者工作 是啊 沒錯 如果計算最近的就是 那個浪橋線路 如果上遠一點 所以我們那邊 古城公路現在在收一條 叫西部外環高速 哦 那個去哪裡 他是回去 彈一動柱海那邊 到時候 他一條延藏線 就連接我們一個 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 去到家 是啊 投資我們首先 我們都想我們買這個方便 到時候 買那裏 小朋友他都可以讀書 是不是 就算看病 有生病 我們這樣先由購物 和醫療 然後再講到教學 購物方面 我們周邊有些什麼 購物的話 如果大型超市 至於同樣 都是走回我們 一個順興北路過來的 是 六分鐘就回到我們 一個1加1的大型商圈 1加1就是 中山比較出名的一些 超市 商場 他們會是 屬於中小型 但是 裡面基本上包羅萬有 包括菜都有賣 是 那我們繼續 1加1樓下 它是整條商業街 整條商業街 就是各方面 KTV的電影院 我們一個 日常的消費娛樂 都在那邊 OK KTV的電影院也有 是的 這個比較大的 近一102 如果是 醫院 我們現在老人家 都很在意 同樣 我們有一個順興北路過來 我們就在我們 一個500米的範圍來 就有我們一個 橫欄的醫院 是 如果開車的話 就轉個彎就到了 兩分鐘 OK 兩分鐘就過去 我們醫院隔離 就是我們一個 橫欄的小學 是 還有我們一個幼兒園 是 再加上我們幼兒園後面 就是我們一個中學 那個位置 都是我們500米的範圍之內 是 都是開車 兩分鐘就去到的 好 如果休閒配套那方面 就更加緊 是 我們項目 就對面 就隔一條馬路 我們一個虎橫中路 對面就是我們一個 名署的觀賞園 是 就是我們現在 橫欄鎮的一個公園 裡面有各種的花草樹木 平時我們去腎下部 去跑步 全身體都沒有 就是屬於六席類型的一個公園 對 沒錯 沒錯 如果平時我們去街市買菜 就是貪球方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延置我們一個 負行中路 是 往西那邊 就是700米 就去到我們一個 農貿市場 農貿市場 毛輝的農貿市場 平時的菜類 肉類 那裡屬於批發 還是屬於比較大型的市場 比較大型的市場 比較大型的市場 是啊 基本上我們在我們那邊 都是去那邊去買菜 是 如果你說 不單止買菜 可能又去到一街那邊 如果是去那個農貿市場 步行過去 步行的話就要 我之前走過 要九分鐘 九分鐘 那有沒有再近一點呢 再近的話 暫時 如果 最近就是那個市場 最近就是那裡 那九分鐘就可以去到 如果就 其實相對來說不算遠 是啊 因為步行不是跑 你就開始過去 過一個紅燈就是 OK 我還看到有政府和華潤萬街 還有圖書館 離我們遠不遠 那邊就是我們一個 政府區域 是 然後同樣都是 我們一個 步行中路過去 三分鐘 三分鐘就去到了 就是過了 過了紅燈轉個彎 就到的了 就是開車三分鐘就到了 OK 其實都是經過市場 才到那裡 是 沒錯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我們其實介紹我們的 樓盤本身 樓盤本身 現在就是我們 在售樓部的位置 我們 項目是分 朗期開發 是 現在就是 我們正在一旗那邊 是 一旗那邊 是 我們一旗 一二樓就是桑鋪 一二樓就是桑鋪 同時我們是有地下車庫 地下車庫的出入口 就在我們一個左手邊 人行的話就在我們一個右手邊 車庫的比例幾比幾 車庫比例就去到 地下車庫就去到 1比0.9 1比0.9 我們地面就還有一個停車位 地面 即是加起來大概1比1 對 沒錯 因為我們是小戶型住宅 所以地下車庫的比例確實不夠 是 但是我們路邊 就是 路的廊邊 全部都是停車位 OK 是比較方便 外面還有停車 是 我們每層層高 就去到3.6米 3.6米 我們可以 待會去太陽板房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 做了隔層的 隔層 可以做成一個 廊間房 可以變成一個 一家一房 即是可以做到複式 對 58的 我們可以做 一家一房的形式 嗯 現在 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究竟是 一層幾戶 是 我們是三個電梯 浪的樓梯 一層一層 就得九戶 相當於是一梯三戶 是比較寬鬆 樓高有多少層 我們總層高 就去到有一層 有一層 有一層 一層的層高 OK 都去到中高層 但是樓高 它是三米六 所以就 變成了21層 其實相當於 平時的30層的高度 是的 最主要就是 因為現在整個中山 現在只有我們那裡 是二十幾個房間的住宅 真的 其實我們聽到 二十幾個房間 我們都覺得是公寓 但是事實 紅本上高登記是住宅 是的 OK 其實有些觀眾都會問 簽約各方面的條件 會不會比較麻煩 其實這件事 你可以解答一下 如果相對現在 香港的朋友 都不算麻煩 如果到時候 你們是過不了來的 你們就只可以一次性 一次性到時候 我們可以寄簽 寄簽或者直接 就是我們一個網絡上的簽約 但是寄簽和網絡上的簽約 都是附加的百元的 一個費用 還有聽說近日會有一個網簽的手續 是的 沒錯 我們可否到時候補一些資料 給我們到時候 我們可以在片段裏面 加插進去呢 沒問題 沒問題 謝謝奇哥 我們也看到二期 其實到時候 是不是二期的配套設施 我們都用到的 二期的配套設施 是用到的 到時候我們要去 那邊就開一張卡 即是一期的 總之 共用可以用回二期的配套 因為我看到二期這邊 有球場 還有一些 遠區 比一期會更大 是的 到時候 因為我們密業那邊要登記 OK 要登記 所有卡的出入卡都要登記 所以到時候我們去 那邊處理就可以了 麻煩你 李先生那個 到時候你幫忙登記 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去看看我們的板房 好 出發 現在就是奇哥我們 先是門 到時候會有嗎 是 門是有的 門窗都有 門窗也會有 那為什麼我會問這句 其實因為 原先買到一萬元一方 那時候 就是帶裝修的 現在就是無批交樓 這些門和窗 就是交樓的必準 裡面總之是石屎牆 做好 就是石屎 那些線 那些基本有拉進去 其他就是石屎牆 但是這個就是交樓的一個 應該是我們的一個 裝修的一個示範單位 可以進去看看 這個是29方 那你 剛剛開 這裡做了其實 傳統一點點 我看到的一個開放式廚房 還有這邊是一個廁所的空間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冰箱 還有熱水器的位置 其實這裡是做了中空的 上高做了中空 然後這邊就是 後面做了一個樓梯級上二樓 奇哥 這裡管理費是多少錢一方 我們管理費是兩元八一平 兩元八一平方 兩元八一平方 如果是剛才這個三十方 三十方 八十多元 八十多元 現在這個其實 我們有沒有包裝修 裝修是可以的 到時候就是收樓之後 我們就可以幫客戶那邊裝修 但是每平方要加到一千五一方 一千五一方 即是變成是 圍到六千四百幾 六千九左右 一方 是的 OK 然後有沒有什麼優惠 給我們觀眾 到時候的話 如果是客戶 他要在我們做裝修 我們會幫他申請一個裝修件 做回裝修件 是 裝修件大概可以 大概跌下來 就去到一千三元 多一點一方 即是圍到一千三元一方 即是攤回來的話 大概是四萬多元一個裝修 就可以裝修到 跟這裡差不多 還是什麼情況 裝修的話 跟那裡是差不多的 但就是比較簡約 即是比較乾爽 那會不會做國樓給我們 也有的 也有 也有 基本的應該有的 也有齊齊 是 家電那些有嗎 家電是沒有 家電沒有 即是硬裝做好 那廚房和廁所會不會做好嗎 廚房那些是硬裝有包含的嗎 即是包括開放式廚房 還有衛生間 還有我們各樓 那些沙布蘭餐和海苔燈 那些家電就沒有了 那這個就是 造來大概四萬元左右的裝修 即是其實總共來都是18萬多 19萬左右 我們看看大跡少許 好 那邊 這個是多大的單位 那是58的單位 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比較好奇 說我們那裏58 怎麼可以做到三方呢 進來吧 進來吧 首先進來 我們一個公衛 一個公共衛生間 左邊有一個廚位 開放式廚房 左邊有衛生間 右邊是廚房進來主樓 還有我們是有角樓的 有角樓 我們看到有樓梯 我們出來看看廚房 好 其實廚房也很寬闊 唯獨我覺得進來的時候 因為有角樓 有一點壓迫感之外 因為我們那邊主要是一種光書的形式 即是越多方越好 沒錯 不是要有怎樣享受法的設計 其實這個設計 可否按照客戶的要求去改 都沒有問題 因為到時候就是看客要求 因為到時候他可能要求其他 用了不同的材料 價錢可能也會有一點偏差 即是如果材料方面用到差不多 可能就不用加錢 但如果用到材料有升級 或者有些特殊的一些 可能我們要加件 其他東西就可能要加些費用 沒錯 但這件事是可以和你們公司去溝通 是的 到時候有人去專門去跟那個客戶 即是又跟進這一刻的專業人員 去服務我們的客戶 OK 我們繼續看看 我們先看看幾間房 首先看看我們主人房 我們主人房也是比較寬創的 主人房裡面還帶了一個獨立的衛生間 哇 58房做到三房還有兩位 是的 攝影師辛苦一下 看看這邊的衛生間 其實也很寬服 很大 再加上我們所有的房間 各方面的擺放都已經齊全 包括衣櫃、梳妝桌等等 都已經齊全 我看到鏡頭也看到有乾濕分離 這個格局其實都如果做成這樣都可以 是的 這個也是圍到1500元一房 是 裝修也是 同樣都是幫客戶那邊申請 一個裝修的代金件 裝修也是三千多還是 折落後都是1300元 1300元左右 即是會再優惠多些 圍到1300元鬆一點的一個裝修 這裏其實我看到樓高其實挺高的 這個就是真樓高3米6 是的 如果我們用不到房間 可以在這裏再加多一間嗎 沒有問題 我們想要多一間房 沒有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客戶 他裝那裏是間成了五間房 嗯? 58房五間房 是五間房 我差點嚇得這麼說出來 那時候有沒有聽到 他直接是裝房間隔了二層 隔了二層 那邊已經是兩間房 再加上那裏 上面是三間房 那裏就是兩間房 即是再看看 是 58房 最狠的58房五房 那邊呢 那邊還有我們一個 兒童房 這邊是兒童房 OK 那兒童房 同樣是因為我們是 316層高 所以做了一個滑架床 滑架床 首先去到二層的滑架床 企哥也不會 別說企哥 再多一層都可以 不怕危險 那上面就是有了我們一個隔層 隔層給小朋友 或者客人過來住 一些問題都沒有 包括我們那邊 坐下來玩遊戲 玩電腦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上去看看 不過要彎腰 對 彎腰 一上來就要 上床那一隻 如果是隔層的話 可能這個格局 就是看個人需要 但作為客房其實也OK的 因為都是一個臨時性的東西 畢竟現在一家人住 都會有少少雜物 其實都有需求 那這個總價來的那些錢呢 如果總價的話 都是按4999一方 4999一方 如果按照剛才的那是58方 58方那是 因為之前我們是賣9000多1萬 現在我們是做一個清盤活動 所以每個客戶都要交3萬個團狗 那他給了3萬之後 再去隔層4999一方 即是折了6厘 就去到320392 即是連賣團購 是 320392 0392 那就可以去到最盡 去到5房 是 的58方 那現在你說剩下的貨員 大概是有多少 如果加加賣總共 的話 就有29加58個 就剩下15套左右 15套左右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看看實體樓的位置 可以 沒有問題 那我們直接用鏡頭去看照片 好 那麒哥 這個是幾零幾 那個就是708 58方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要詳細一點 因為第一個無P的單位 給我們觀眾看 好 沒問題 是 我們58方 就是除了 浪邊 最邊邊的浪邊 成縱場之外 其他位置都可以打 哦 即是這些位置 全部可以打 全部可以打 那我們鏡頭 進來 進來 這裡 即是 現在交給我們 這些都選好了 是 一進來才會有個 這個是 衛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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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這個 做好一些 水管 那些位置 沒錯 這個需要 也是打了 改到你自己喜歡 為止 因為不是成縱場 包括這邊這些都不是成縱場 是 是 這個 票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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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有個票倉 58方 就是有票倉 再加一個陽台 都是全部贈送的 贈送的 是 到時候 現在我們是不去打 因為如果打了 我們是不收不過的 到時候收樓之後 你們叫我們裝修 我們會幫你打 哦 即是收樓之後 無論是 是 交給我們 奇哥他們公司去裝修 或者我們自己找個裝修 都可以打出去 是 OK 再加上外面那個景 我們是 7.8是對著我們公園的 是 CSC哥哥 近鏡騷去看看我們的景觀 是 這個就是我們708 這個是什麼向 那個就是 東北漢 東北漢 這個是東北漢 708東北漢的一個朝向 我們看看房間的一個朝向 那裏就是因為我們陽板房間間了出來 是間開了 間開了 再加上我們票倉也是打了 也是打了 是 這邊也有一個衛生間 可以看到 是 衛生間 同樣是香港的朋友 如果他覺得一個 兩個衛生間太多 他可以 直接裝修衛衛生間 打了他 是 如果你想豪華一點 其實58方去到一房一廳都可以 是的 沒錯 一房 兩房 三房 四房都可以 是 CSC哥哥麻煩 梳梳的鏡頭 看看房間的一個鏡頭 外面的景觀 其實跟我們聽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708 8樓 奇哥 還有沒有其他單位給觀眾看 有 我們去看看潮南那邊 好 那是8樓 是8樓 好 我們去到8樓 我們去到8樓之前 看看7樓的一個29方的情況 這個是70多 那個我們是704 潮南那邊 好 我們先看704潮南 一樣 其實跟我們陽板房間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唯有區別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陽台 陽台 那個29方 唯有一個是帶獨立陽台的 到時候同樣 那個票槍可以打了他 你們收樓之後 同樣都可以在那裡開門做陽台 這裡是可以開的嗎 是的 其實贈送的 不單止贈送了那個票槍 還贈送了這個陽台的位置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裡開門 沒錯 在外面有一個生活陽台 是的 OK 那其實我可以全部打散 那就不行 因為那裡全部打散 我們上面就是一個位置 是裝冷氣 所以你要留一邊 就是留一邊牆 是成蟲 是成蟲 意思就是這裡 可以退了出去 這邊可以做一個生活陽台 然後這裡就可以做到 上高作為一個隔層 這裡就作為我們的廳 這個就是29方的 我們先看看景觀 這個是29方 是 704是嗎 是704 這個是南向的景觀 前面有朗塊地 它是比其他的地產老闆 就是100年已經拿走了 暫時來說 你也知道 100年的房價是去到1萬多元 是 它拿回來 就肯定現在不會外罪起子 OK 現在這個不是最佳幾樓的時間 沒錯 所以你們到時候 那邊基本上都是我們一個小區 基本上就是這樣開陽 是 OK 我們繼續上高看看 好 出拍 OK 這個是58方的807是嗎 是 沒錯 那個就是潮南的 好 我們看看這個 58方潮南的情況 其實我們每個護形都是一樣 只不過潮漢不同 其實格一樣 我們簡單一點 直接看看外面的景觀 這個其實也是南向 亦都是相對來說比較開陽 旁邊的房間其實就是 潮向因為差了一半長 那我們就不過去了 我們直接去上高高樓層 了解一下所有的格局 好 沒問題 OK 原來8樓還有一個小單位 還有一個29方 我們先看看 再上去14樓看看 那邊 這個是80多 那個是801 是 801 這個是801 那就是向北的 是 我們看看向北的景觀 這個是29方向北的 那這裡樓下以後是甚麼 樓下樓下是我們12樓 是桑普 再加上我們樓下是有一個廣場人 即是這裡樓下是廣場 是 就是我們自己的廣場 是 我們自己的廣場 即是工人休息那種 好 休息休息 這個就是我們801的情況 現在接下來就要上去14樓 是 我們現在出發14樓 我們現在來到14樓 是 145 是 58方 是 OK 最重要就是看一下我們的景觀 14樓的景觀 其實14樓明顯開陽了很多 是的 而且這裡的空氣通風性也很高 旁邊的房間也是一樣 我們就不走 我們繼續是下一個單位 看看潮北 潮北 我們去看看潮北 原來也挺寬暗的 高層的話就遠景 低層的話就實景 是 其實兩邊的景觀一樣 我們就 還有什麼單位呢 還有就是我們29方還沒看 我們去看看29方 記住這個是1408 是 我們去看看29方 OK 那這個是 29方 朝8 1409 1409 是 潮北的 我們去看看景觀 應該是29方 潮北的 這個稍微就比剛才的58方 捱過右手邊一點點 這個景觀 其實看出去也是 感覺都很寬闊 因為特別看到這邊的大廣場 因為現在的公園還沒建好 那裡到時是公園 全部公園 現在我們看到的空地都是公園 公園 是三角形的一個公園 一個公園 我也看到已經有一些棚 建了 那個屬於是什麼來的 它是我們 因為我們那邊的名是名士觀賞院的 到時那裡是展覽樹 即是植物的一些棚 我們繼續看下一個29方 做一個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個29方 但是剛才你說 這個14樓是沒有潮南的 是的 這個是140多 1401 1401 這邊已經是 奇哥告訴我們 整棟樓 只剩下7樓的29方 是有潮南的 是 沒錯 我們現在去看看1401個格局 不是 潮向 對不起 小心一點 這邊靠左 右手邊一點 看到公園會少了 是的 反而靠左手邊那邊的公園會少了 我們回去再跟奇哥聊天 是 奇哥 其實我們都 剛才看了我們的示範單位 以及了解了這個區域 其實還有一些可能 比較我們想關心的 還有我們的發展商的實力 以及我們的付款方式 以及簽約的流程 那些 我明白 我們發展商是一個本土的開發商 是 我們是在中山那裡紮巾 現在我們在中山就有6個項目 6個項目 現在在我們那個區有3個 有3個 還有中山的沙溪 以及我們在中山的城區那邊 一共有6個 有沒有一些是交了樓 以及已經做好收入 基本前面那5個已經全部賣完 全部出了防省症 全部賣完全部出了防省症 是 現在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那邊是上一年才賣的 是 如果計算出防省症 肯定要等收樓之後才能出動 好啊 好啊 那跟著後面呢 是呀 你們香港朋友的一個付款方式 基本上他們現在過不了 都做不到運期的 是 除非就是他在大陸的 人在大陸可以做運期 如果他在香港 基本上一次性 正常我們訂金就是5萬元 5萬元一個訂金 是 剩下的房款要7天之內給齊 因為我們會考慮到香港的朋友 現在疫情方面的可能 都是 手上可能有時候 資金都會周轉 我們可以 給到香港的朋友 一個月的時間 給齊房管 就是一個月內給清 是的 那才給5萬元首付 原額就是一個月 之內給清 是 那跟著後面的手續方面 到時候資料都很簡單 只需要朗固 一個身份證 一個陪康證就可以了 身份證和回鄉證 是的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那是迫行一次性的 我們現在的一個隔房資格 就是身份證和回鄉證 就是我們一個隔房資格 那會不會是 香港人會說在這邊 一些限購 那些有沒有影響到 都有的 那如果香港的朋友 他在大陸那邊 只可以買一套 就是一手樓盤 因為我們這些是一手樓盤 是的 那到時候 你們就可以過來買 很多二手房都可以 沒問題 即是中山這邊 只能夠行購一套 一手樓 即是這一套是第一套 如果是之前有的話 就買不到 就只能夠買二手 就是太太、夫妻或者朋友幫忙代名 代名 就是拿名額 現在很多人都最關心的是 我們一個網簽的問題 沒錯 那網簽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是賣9500 如果現在是香港朋友買 我們現在是清美貨的 到時候他們買了的話 我們都要調個表現的路 都要一段時間 如果正常的話 我們都要去到七月份才可以網簽 即是排到現在就要七月份 是的 因為現在我們每一個月都是有網簽的 但是名額不多 因為疫情的問題 所以我每一個樓盤的網簽名額都不多 那近期那個是甚麼時候可以簽呢 星期六 星期六 OK 星期六你就幫幫我 補充資料給我 我到時候在片段裡加入 讓觀眾清楚了解整個流程 OK 沒問題 我到時候就升職了 律師和客戶在這裡 他們簽約的時候 我就拍攝視頻給你 對 拍攝視頻給我 然後補充在這段資料裡面 沒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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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就差不多了 各位如果是想了解中山更多的樓盤 或者是其他区域的多年回到我們環宇順盤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 OK,拜拜 拜拜 大灣區這麼大,不知怎選擇 這麼多樓盤花多雅暖 自助投資哪裏好些 有什麼陷阱,有什麼縱貨位 想知道多些,試多些 可以隨時上我們公司 和我們最主要的團隊談談 我們在港九新界深圳和江門都有分點 可以說總有一間在左近 還有記得關注我們環宇順盤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Web Site 和WeChat微信公眾號 我們最新的市場消息 熱賣的順盤 或者折扣優惠 就有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千萬別錯過我們環宇順盤全港首創的 360全景上帝之一 投資前看真點 勝算是延高一點 我們GC Group環宇順盤 食落全城的港人服務 一條龍跟進到收樓 總之選擇知識 好的安基